大家在用AI生成圖片或是影片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在管理版本上會非常麻煩 比如說現在很紅的 Jabinite這個Banada的圖片修改模型非常的強大 你可以從A圖片修改出BCDEF出來 但是當你在查看這些圖片的時候 你只能往上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 或者是你想要選擇某一張圖片來生成其他內容的時候 你可能要把它下載下來再上傳去重新生成 其實都顯得非常麻煩 特別是當你自己已經有一套圖片或是影片生成的 這整體的工作流程的時候 你還是得必須一個一個Pront去下 然後去生成這些所有的內容 其實會蠻浪費時間的 今天我們就要來分享一個工具 直接來打造你的圖片或是影像的工作流 只要按一下就可以直接將你的所有需求全部生成出來喔 往下來看吧 Go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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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打造成自動化的話 現在其實有蠻多工作流相關的服務是可以幫你達成的 只不過我覺得都沒有那麼的直覺 如果你單純只是要打造內容的工作流的話 今天我們來介紹一個工具叫做TapNow 我覺得是目前用來打造內容工作流的服務裡面最好用的一款 整體的使用介面非常的好上手 而且免費帳號就有支援German的Banana這個圖片模型 往下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TapNow到底要怎麼去用 然後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個TapNow做起來的整體的畫面長這樣子 它的工作流就可以有一張主要的圖片之後 我們再去分支做其他事情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以我們平常在產生圖片或修改圖片為範例的話呢 比如說像ChartGPT我這邊生成了一張圖片之後 如果我想要修改我就會一直往下往下 然後再講我要修改什麼或是我的需求是什麼 然後就這樣一直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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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要開始review每一個版本的時候呢 我就要一直這樣回來看每一張照片 是長什麼樣子就這樣一直拉 其實呢並沒有那麼直覺 那你每次在修改呢 你可能要往前看哪一張圖片 比較符合你的需求之後 再把某一張圖片呢可能把它下載下來 或者是用它來回覆你的內容 但是在TapNow上面呢 你就不用這樣子 你比如說用這張圖片產生了B圖片之後 你這B圖片如果想要再做些什麼事情 其實只要再延伸往後面做就可以了 所以呢像TapNow這種影像工作流的工作方式呢 真的非常方便 接下來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TapNow要怎麼去做使用 首先註冊的部分呢 你可以自己用Email跟密碼去註冊一個 或者是用Google帳號登錄都可以 登錄成功之後呢 這是它的主要的首頁是長這樣子 那這個呢先跟大家大概簡單分享一下 像這邊呢可以直接去選擇我的自由創作 就會進入我們剛剛講的那個畫面 然後這邊呢也有一些相關的功能可以去使用 不過呢如果呢你自己沒有什麼idea或是什麼創意的話呢 像這邊往下呢還有一些已經內建的工作流 也就是呢比如說你點擊某一個工作流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把你的圖片上傳之後 建立出差不多模樣的這個圖片或是影片來 這個等一下也會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可以首先呢可以點擊像這個自由創作 這邊呢就會進到我們剛剛那個畫面來了 那免費帳號跟付費帳號的最大差別呢 除了點數之外呢當然也有一些模型的使用有限制 但是我覺得免費帳號用起來呢就已經可以玩蠻多東西了 像最近很紅的Gemini的Nero Banana 這個模型呢在免費帳號裡面呢也是可以使用的 使用方式很簡單呢你在任何一個位置呢 雙擊你滑鼠的左鍵 然後就會出現這個選單 好這邊新增呢你可以選擇文字圖片影片或是圖片編輯器 好那這個工作流的製作方式呢像大家在使用的時候我蠻建議大家呢 比如說我可以先建立一個文字 或者是呢你一開始就想要用圖片來作為編輯使用的話 那你就直接選擇圖片也可以 那如果你是想要從0開始創作這個工作流的話 你可以選擇第一個文本就是先建立文字起來 那比如說呢這邊可以先去創作出文字 我們再利用創作的文字去建立圖片 比如說我們可以像這樣子生成一個亞洲女生在飯店泳池旁的圖片 生成提示詞 然後要詳細的結構以及拍攝細節說明 也就是呢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去寫這些圖片生成的prompt的話呢 你可以先第一個像我這樣先建立文字之後 讓它去生成這些提示詞 那比如說我們可以把它送出 像我們剛剛生成出來的結果 你看它是用英文描述 我們可以再加強說明一下 我們講說用繁體中文 然後我們把它送出再修改一次 好這樣修改完就可以了 那你如果有什麼細節想要再調整的話呢 可以再調整一下 像我們剛剛講說呢 要詳細的結構以及拍攝細節說明 它這邊其實我覺得描述的蠻多的 那也蠻豐富的 好接下來你看我們就可以往下創建下一個工作流的步驟 你可以在這邊建立好的文字內容方塊呢 點擊右邊這個加 然後再來我們可以選擇生成圖片 那我們就可以這樣講 用前面生成的文字內容來生成圖片 好給大家看一下圖片這樣就生成完成了 那這邊呢就是直接用我前面這些文字內容來生成這張圖片 那如果你想要放大看的話 你只要選來這張圖片有沒有 上面就會有相關選單 或是你點一下 或者是你點一下之後呢 這邊可以再去修改這個Prompt 如果你覺得這些文字還不夠的話 你也可以在這邊去補強這些內容 然後把它加進去 那如果想要放大看的話呢 在這邊點擊全螢幕查看 或者是可以直接下載來使用 比如說全螢幕查看 那就可以把它點開來看一下你生成這個圖片的效果怎麼樣 好像這樣工作流的好處呢 除了呢 比起我們在AI裡面生成圖片 方便檢視之外 最大的好處呢 就是我們可以一直無限的再去延伸不同的內容出來 而且比如說用這張圖片作為主圖片的話 那我就可以去用它來去修改我們要的內容 比如說我們點擊之後 可以再選擇圖片生成 我們指定可以像這樣子 把泳衣呢 換成紅色 圓景變成夕陽 然後我們這邊把它送出 好生成完之後你就可以這樣直接看比較的差異 然後順便給大家看一下 像圖片生成跟圖片修改的部分 往下拉這邊你可以看到 每個模型需要消耗的點數有多少 比如說像German奶的Banana這個模型呢 它一次是需要10點 其他呢有些模型呢 這個是要付費才能解鎖 那像這個呢也是可以免費使用 這個GPT的Image呢也是要付費 Flux也要付費 你就可以主要呢使用Banana這個模型 我覺得它確實以修改來說 也是目前比較好用的模型 當修改完一個版本之後 如果你覺得這個版本還不夠好用的話呢 你可以呢再去點擊這個加 繼續呢再新增下一個版本 那我們可以把它拉到下面來 你看這樣就可以創建不同的版本的工作流出來 那我們可以換成講說 把泳衣換成黃色背景呢是大藍天 好這樣就生成完畢了 所以你可以看呢我們如果是在AI裡面呢 要這樣反覆去修改內容的話 有時候在呈現上呢 會比較沒那麼好閱讀以及檢視 但是如果在這樣的工作流的畫面裡面 我們可以隨時的去查看 每一個版本產生出來的結果 甚至一直往下延伸下去 比如說像這個圖片生成完了 我們可以直接再點擊加 然後換成生成影片 好這邊影片生成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針對前一張圖片呢 去下這個Point來生成影片內容 不過呢比較可惜的是呢 像免費帳號啊 他目前影片生成呢 其實就只有這個模型可以使用 往下呢所有的模型 都是付費後才可以使用的 比如說我們來試看看 人物呢慢慢進入泳池之後呢 頭髮撕掉後撥了一下 然後微笑 好把它送出看看 這樣會生成什麼樣的結果 那解析度的部分呢 免費這邊一樣可以選擇720P 不一定要480P 不過我們就節省點數一點 我們可以選480P就好 那如果你生成出來結果還不錯的話呢 你也可以反覆的再去修改 然後用720P去生成比較好的畫質 好這影片呢生成完了 那速度呢其實都蠻快的 不論是圖片或是影片 那個生成的速度的都比起 我們在AI裡面去生成都快很多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影片生成後來的結果 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生成的結果 這個480P呢所以畫質沒有那麼的好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生成的效果 當然我覺得這個是跟影片模型有關係啦 雖然它有符合我的指令 不過你可以看到呢 其實缺失蠻多的 比如說像這個 人物的五官我覺得算是變動蠻多的 然後像 入水之後往前走之後 這個波頭髮這邊 突然就被消掉了一塊額頭的感覺 所以這個跟模型比較有關係啊 如果你想要生成比較好的品質的話 當然呢去用付費的這些模型會更好一些 這邊呢只是讓大家知道一下 像這個工作的可以像這樣使用 你就可以一樣這樣子再去建立不同的內容出來 一樣呢你就可以再去選擇 你要生成文字啊圖片或是影片這樣子 好前面呢我們介紹這些功能呢 其實呢只是很基本的用法 只是教你呢要怎麼去建立這些工作流而已 那呢如果你是一個流程呢 是完全想要自動化的話呢 接下來呢才是這個 tap now的精髓 就是你可以把它直接圈選起來 好這邊呢選擇這個資料夾 好它就會變成一個新的群組起來 這邊就會多出一個按鈕 你可以直接按生成之後 它就會直接啪啪啪啪 全部生成出來 直接從你第一格的這個文字內容去做生成 那這樣的工作流如果你建立完成之後 你之後想要反覆的使用的話 在這裡可以直接創建一個工作流的名稱 把它保存下來 輸入好你的相關的名稱內容之後 按一下確認 好這樣就會保留一個工作流下來 那這個什麼好處呢 比如說我們回到第一個文字欄位 來稍微調整一下第一個文字的prompt 我們可以把這個場景呢改成是在海邊 然後把最後這一個呢我們把它修改一下 是人物慢慢的進入海邊後 頭髮撕掉後撕掉後撥一下微笑 那接下來你看我們就不用一個一個去生成 我們只要按一下這個play 你看我就不需要呢一層一層去按 然後一層一層去重新輸入 所以呢如果你這些提示詞內容都是一樣的話呢 你就可以直接呢創建一個群組 然後直接把它保存成你自己的工作流 接下來呢你每次使用你只要修改第一個欄位的這個文字之後 它就會按照你的這個工作流的流程 然後先去創建第一層的內容 然後第二層 然後第三層你看它會直接按照我的順序 去一一的產生出來 你自己建立好這些群組的內容呢 你可以直接點擊這一個工作流 然後這邊有一個工作流 然後就可以把它叫出來使用 所以你自己可以打造很多不同的影像生成 或是文字加上圖片生成的這種工作流 這個呢其實蠻適合用在一般的社群經營 你可以先是生成文字之後 然後再生成圖片 最後呢你就可以有這個圖片加文字的內容 可以拿去社群直接來做使用 那除此之外呢其他內建的也很多熱門的這種工作流可以使用 比如說我們可以回到首先我們來建立一個新的內容 好一樣這是全新的嘛 那我們可以點擊左邊這邊 有一些公共的工作流 像最近呢Balana很流行的 大家都在建立這種公仔有沒有 它直接就有這種模組可以直接使用 你就直接按Apply 它的工作流就直接套用進來了 接下來你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你只要上傳第一張圖片 比如說我隨便拍一張我自己的頭像的照片 上傳之後你只要旁邊空白的地方按一下 然後這邊呢一樣按這個Play生成 它就會直接按照我上傳的圖片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然後來做生成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結果 你看我只要按一下這個Play 它就把我的圖片生成為我這種公仔的畫面 接下來下一個呢它就生成了 是可以把公仔拿起來的這個影片 是不是你看這樣一氣呵成 你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全部幫你產生 你就不需要分兩個AI 或者是呢分兩次去下這個Prompt 一次呢就可以幫你搞定這個內容 而且呢它內建的這些工作流啊 你也可以直接點擊一下 然後自己去修改這個Prompt 像這邊呢一樣都可以再去修改 所以呢你想要建立不同的影片的話 也可以這樣修改之後 然後重新再去生成這個內容就可以了 基本上呢我覺得這個使用呢非常的簡單 而且非常非常的方便 如果你自己有一些常態的影像生成的Prompt 或者是一整套的工作流程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個方式把它建立起來 那你只要上傳或是生成第一段的內容之後 就可以往下呢直接延伸出 你所有需要的內容出來了 好至於價格的部分呢 這邊也跟大家說明一下 免費帳號部分呢 一開始有送200個點數 也就是呢可以生成20張圖片 每個禮拜呢會再補40個點數給你 那如果你不夠用的話呢 就可以直接再去用儲值的方式啦 那就是每一美金可以獲得95個點數 也是一美金可以生成10張圖片左右 那如果你是想要使用更多模型的話呢 這邊有一些付費的你可以去參考一下 如果你真的蠻有需求的話 其實我覺得它的價格也不貴 那整體的這個使用工作流的方式呢 我覺得也真的非常的方便 看完上面的分享之後 不知道大家手邊還有沒有什麼 更好用的圖片或影像內容相關的工作流服務 可以分享給阿湯的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今天影片我們就分享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還有開啟小鈴鐺 如果想知道更多AI相關教學的話 別忘了在底下留言喔 我是阿湯下次見 掰掰